月季花结出了小山楂 它们其实是月季的果实 虽然不能吃 但是可以用它来播种 然后长出新的小月季 具体的做法就是把果实切开 把里面的种子挖出来 然后拌入一些潮湿的珍珠盐 放到冰箱里冷藏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再拿出来播种 发芽之后长出来的幼苗 每一颗都很可能是惊喜 因为可能你的母本是粉色花 播种出来的却是白色的或者红色花 花形也各不相同 有一种未知的乐趣 现在是秋末 月季花基本都结了果实 有兴趣的花友不妨试一试 关注老刘养花不愁 觉得有用点个赞 大家一起学养花 大家一起做的 第一个月 可以做歌